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 就成别人的人了 花了五年的时间都忘不掉的人 我不可能把他拱手让人 吃完了饭 蓝旺鸡便被他歌颂到学校 也正如他所想 开学第一天是真的很忙 尤其是他们这些离学校近的 得负责打扫教室卫生 还得负责板报 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 蓝旺鸡每天按部就班的上课 参加社团 学习 准备全国大学生的竞赛项目 闲暇时间 他也一直在期盼哥哥的电话 只要哥哥来电 就意味着他又可以见到魏无羡了 只是 在他每一次眼含期待的看向书桌上 安静躺着的手机时 他都不曾响起一次铃声 即使偶尔响起 也不是哥哥要参加应酬的电话 在耐心地等待了一星期后 他终于接到了中介所沉洁的电话 说魏无羡要求今日去办手续 蓝旺鸡满心欢喜 特意换了一身正装才急忙赶去中介 可一到中介 看见来人时 蓝旺鸡就傻眼了 来人不是魏无羡本人 而是一个高高瘦瘦 自称是魏常泽秘书 名叫陈树的男人 蓝旺鸡瞬间觉得自己被当头浇了无数盆凉水 既然魏无羡办手续都让别人来办了 那他应该是不会再出现在中介了 如此 蓝旺鸡这份工作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他当即决定把这个单子让给这个热心肠的陈姐 陈姐 蓝旺鸡道 我今天就会辞职 这个单子送给你了 就当是我来这里这么久 你对我的帮助吧 啊 什么 陈姐瞪大了眼睛看着蓝旺鸡 你说 你要把这个单子送我 蓝旺鸡嗨了一声 陈姐绝对怀疑自己二十都是不是出了毛病 这么大一笔单子 提成都是几十万呢 怎么会有人说送人就送人呢 真的吗 陈姐不可知心的眨巴 眨巴了眼睛 又见蓝旺鸡认真的点头后 他终于相信 世上真的会有这么好的人 不过那人家那么多钱都不好意思啊 陈姐笑道 小蓝 要不这样吧 咱俩留个联系方式 等提成到了 我转你一半 不用了 蓝旺鸡说完 转身就走 反正那天 前程也都是用陈姐的iPad做的资料 也不用他重新交接资料什么的 只是 这里的老板是他哥的同学 他这一辞职 消息肯定很快传到他哥耳朵里 果然 他才刚回到学校宿舍 就接到了他哥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蓝旗鸡认温和的声音 忘记 我同学说你辞职了 怎么回事啊 蓝旗鸡有些想不通 明明找他的时候 特别迫弃那份工作啊 怎么这么快就辞了呢 关键 他弟弟也不是那种吃不得苦 嫌累就不干的人啊 哥 我 蓝旺鸡只说了一个我字 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蓝旗鸡知道自己弟弟的性子 不愿意撒谎 遇上不想解释的事情 直接闭嘴不言 蓝旺鸡这一顿 他就知道这是不想说的意思了 那行 蓝旗鸡温和道 没事 我就是看你那天挺着急 要这份工作的 所以随便问问 哦 对了 我们约了下星期三有个应酬 好像是魏公子要弄个什么研究科技公司 想拉投资 我们约了下周三下午打球 晚上吃完饭 你能来吗 蓝旺鸡仔细想了一下 自己的课表 周三有课 但是他都会 可以请假 于是 他很快做出决定 能来 周三下午有一节实验课 做完实验我就过来 电话那头嗡了一声 就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蓝旺鸡紧紧地握着手机 两久之后才换了个坐姿 把手肘处在膝盖上 双手掌心拖着下巴 视线移到窗外的天空之上 那里万里无云 似乎在那里 做什么都能如愿 像什么都成真一般